画笔工具与画笔面板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画笔工具的应用 画笔工具的应用方法非常简单 选择画笔工具之后 利用鼠标在当前页面上方直接进行拖转 就可以绘制一个路径出来 在绘制过程当中 需要将天色转换成为5 边框附有一颗颜色来进行绘制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利用当前画笔工具来进行描绘出一个路径 描绘完成之后 在当前 属性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调节 当前路径描边的粗细 以及我们画笔的一个样式 但是画笔的详细样式 在这里面我们还需要去计划配合画笔面板去进行调节 在默认状态下 画笔面板当中并没有许多画笔 我们需要在外部进行调入 点击下拉菜单 选择打开画笔库 在画笔库当中这里面有许多画笔库 譬如我们选择艺术效果 在艺术效果当中我们可以选择 例如于书法或游墨等 现在我们选择游墨 在当前游墨当中有许多游墨效果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选择 选择完成之后 当前游墨效果即添加至画笔面板当中 添加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针对当前路径来进行 使用我们当前所定义的画笔 画笔被应用到路径上方之后 我们可以随意去进行 涂抹描绘出当前的文字 设定完成文字之后 由于我们会发现 定义完成画笔 在路径上方 我们进行放大缩小 而画笔的粗细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随时进行更改 当前的画笔描边数据 这样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在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任意进行缩放呢 那就是我们在定义完成一个文字之后 可以选中当前文字 选择对象菜单 在对象菜单当中选择扩展外观 将我们所进行定义的文字 扩展成为图形 在边缘 我们再来进行输入一组 装饰性小文字 在输入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边缘过粗 那么我们选中当前这一组路径 在上方描边当中 可以将整体的描边 调节变细 调节变细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整体缩放 缩放是一个合适的大小 再来进行选择 对象 扩展外观 这样就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下面我们来开始绘制后方的扇形 扇形绘制非常简单 我们选择 土圆形工具 绘制出一个正圆 绘制完成一个正圆之后 将当前正圆 赋予一个颜色 这里面我们赋予一个黑色 颜色赋予完成之后 双击缩放工具 定义为等比50% 点击复制 完成当前缩放 为了进行区别 将上方的圆形颜色 作为变换 选择 直线段工具 绘制一条直线段 复理直线段一个颜色 选择镜像工具 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使取一个镜像中心点 随之方向 复制 复制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选中两个圆形和两条线段 在窗口菜单当中 调出路径查找器 在路径查找器当中 我们来进行选择 我们来进行选择 分割 分割以后 在对象菜单当中选择取消编阻 将多余部分选中 点键盘上的delete键删除 余下当前的扇形 现在我们将当前的文字摆放至扇形上方 选择扇扇形 选择对象 排列 至于底层 调节当前 扇面与文字的比例大小 再来选择这一组文字 选择完成之后 选择对象 对当前这一组文字进行编组 进行旋转 按住sif加out键进行缩放 摆放至合适位置 下面我们再来计刑 会是扇子的边缘 选择 选择 圆角巨型工具 绘制出一个圆角巨型 赋予给当前圆角巨型一个颜色 旋转 旋转当前圆角巨型 摆放至当前三面的边缘 选择 选择当前 这一圆角巨型 再来选择镜像工具 按住out键 进行拾取中心链 随之后 随之方向复制 将局部进行放大 再次选择圆角巨型 再来绘制 内侧的塞叶 将颜色 加深 用于区别 绘制出来一项之后 选择 旋转工具 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拾取中心链 输入-10度 点击复制 点击块键 Ctrl加币 复制多份 将当前圆角巨型 进行选取 调节位置 调节完成以后 选择对象排列 置于底层 就完成了当前 三面的制作 缓节内容已结束 请进入下节的学习 进行选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